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下子天气冷 一下子天气热 然后空气也不太好 所以出去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 多减少一件衣服 有时候天气冠热的时候可以变化一下 那今天我们一样 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做公益的好事情 但是我提醒一下听这种朋友 我们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会开口音 第一次开口音 你有很欢迎吗 我很兴奋 家房呢 有点紧张 因为第一次用真面目 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节目 已经跟陪伴听众朋友 大概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其实也很希望 司机大哥大姐 或者是我们的听众的老朋友 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机会 好好的来跟我们做非常密切的互动 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想到看着我们 他们只想要用听的听声而已 不要这样说 没想到一个人就感觉烦灭了 我告诉你 你起来看就知道 好我们今天一样 一开始要来跟大家说 要来做好事 我们上星期有说 你的一票决定 爱的力量 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 你去投票还不 这个人有10票 对 因为上次在那个文体的节目当中 其实就有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我们基金会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就跟我们台新公益慈善基金会 一直有个非常棒的活动在合作 那这个活动名称呢 就叫做 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那他其实就是温台新银行 他们就是作为一个资源连结的平台 那他希望透过他们的号召 能够找到非常多非常棒的天使团 那这些天使团呢 就会依照大家各自的 专业领域的不同 会提供不同的资源 给我们全国各地的中小型的 社福单位来申请 这次申请的这个社福单位 也很多 可是因为这个资源有限 所以到时候还是要看投票 得票数的多寡 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 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 就是说我们这些有需求的 社福单位呢 他就是会先做一个提案的动作 那但是因为好事希望比较多的人来参与 所以到了后端的时候 会邀请一般的民众透过投票的方式 一方面呢可以来认识我们这些 在地的这些社福单位 然后再来也是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来参与我们的好事情 好那今天呢就是也要来讲一下 中华电信基金会这次在里面 是什么角色呢 说到这些角色扮演 因为中华电信 其实我们每次在文庭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分享到就是 我们中华电信跟基金会这边呢 其实一直都是在专注的 所谓数位学习跟资通讯领域的 这个服务的推展嘛 那所以像我们基金会 其实我们每年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提供一个数位学习领域的资源 这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因为其实虽然说 大家所谓的数位落差已经越来越少 可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数位工具 他可以怎么用 然后用在不同的对象 他用哪些不同的方式 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想法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基金会 今年提供的这个数位学习的领域呢 我们就是希望这些社福单位 那是说你有一个想法 但是你缺一点点的专案经费 那你就可以透过提案的方式 来我们数位学习领域的这个组别做申请 那一样就是我们前期已经进入过了 书审出审的阶段 那现在呢在我们台新的平台上 大家可以看到有十个单位 他要来争取我们这个领域 四个名额的机会 听到没有你也可以上网搜寻 等一个节目看了 听了了 你就上网搜寻 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公益单位 他在拣定的提案 你把它点进去 先看他的提案了 你才决定说 你手上宝贵的十票要投给谁 我已经上星期就已经投票投完了 是怎么呢 因为有抽象呢 我觉得文婷也是佛心来着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做很久 他每次其实听到我们很多社区伙伴的这些故事 他都非常的感动 大概主持之后有没有 就把那个主持费关出去 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来主持这个节目 对啊 那说到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个数位学习领域 有十个社福单位来申请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呢 在我们数位后出兵的节目当中呢 都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每一个提案单位 让大家对于这些提案单位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啊 我们第一个先说到花莲玉璃 它的编号是2408福音社区发展协会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花莲的这个福音社区发展协会呢 它是在我们花莲的玉璃镇啊 那也是我们基金会长期合作的数位后出兵 那这个协会呢 其实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在部落跟偏乡 其实隔代跟单亲的状况会比较普遍 那在部落呢 他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文化传承这件事 因为其实可能青壮年的人口都到外地去工作了 所以其实会变成是说上一代的长辈跟下一代的小朋友 他们中间的那个连接点就会越来越弱 那所以以这个我们福音部落的这个协会来讲呢 他们今年就想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把长辈跟小朋友去做个很好的串联 那怎么串呢 他们就想到就是说 其实小朋友在学校都要有一个什么阅读课嘛 就会有成间阅读的这个部分 那他们就一方面呢 会透过阅读这件事 带小朋友去在文字上的能力可以提升 那读完一本书之后呢 他们就要把孩子们带回部落 让小朋友来说故事给长辈听 哎呦 真可爱的 对啊 你光想到那个画面 你就会觉得 那个两代之间它的那个串联是非常的温馨 对啊 小朋友说故事给长辈听 问题是长辈会听 可是我觉得福音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的确他就是希望上一代跟下一代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其实像福音他们先前也有 推过几个跟数位有关的 他们就是带孩子们用影像去记录 长辈的这些族语跟一些 就是他们的这叫什么部落文化 那就会变成是说 其实部落长辈一方面 他们的他们以往在文化方面的 这些专业跟专场可以被下一代看到 再来就是他们被这个孙子辈的人采访的时候 那种自信心会重新被找回来 很开心 笑笑笑 对啊 那这个福音部落呢 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听众朋友啊 我们要去投票给他支持 他的编号是2408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我们的社团法人中华旅行公益服务协会 这个名字有够大了 我们来记编号就好了 编号是2373 对 那这个编号2373的这个协会呢 他们其实在做的做的其实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单位 在推孩子们的教育学习课程 那这个协会他推的这个课程的面向非常的广 有包括数位的啦 有科学教育的啦 有这个志工方面的 那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推孩子们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他们鼓励大学生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服务学习 那这跟我们基金会其实一直在推 跟我们蹲点台湾的这个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那所以他们每年会透过这样子的滚动 让更多的大学生有机会可以找到好的服务对象 那不然这些大学生大概蹲点台湾都没让人算到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啦 每年都要再接再利啊同学们 对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台湾台东县原住民 如东卢凯文化教育协计会 哦 够重的哦 这个编号是2472 对 那这个协会的伙伴呢 其实他们所在地就是在我们台东北南的 达鲁马克部落 那因为其实原乡部落这几年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 会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入到部落 不管是小旅行也好 或者是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会变成说部落原本的好山好水好风景 就会开始有一点被破坏掉 那所以今年呢 我们这个东卢凯文化教育协计会 他们要推的这个提的计划呢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在部落推这个生态教育 跟纪录片拍摄 带主人可以一步一步的重新认识他们这个生活领域当中的这些自然的元素 都是人家的啦 都是中华丁信基金会的 只要有带人去爱记录片 又找杨导演 这么厉害的导演来认识 所以现在大家都认识 就是要用记录片的方式 然后来把这些文化的故事传承下来 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提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说 以往我们可能有一些计划方案是可能是找外地的伙伴来到当地去做这样子的拍摄课程 可是以这一次协会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 其实反而是鼓励部落族人他可以重新有这样的机会 去认识他们原本有这么棒的一个生态环境 而且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这一次还有一个重点 他是要讲 大南西毛泻返乡之路 就是那边的毛泻要让他回家的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毛泻可以说是他们生态富裕 是不是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所以对于族人来讲如果毛泻回到家了 表示说这条溪流跟他们的生态环境也慢慢的被富裕起来 所以他们就会以一个大南西毛泻返乡之路作为他们拍摄的题材 然后把这些他们想要带给族人的这些传统的东西再重新找回来 做环保也做好事情 那今天介绍这三个单位 我们每周都会介绍不一样的单位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去投票 所以听众朋友啊 你如果听节目听了之后要记得上网投票 一个人有十票 那你可以支持十个社福单位 公益团体这样子可以做十件好事呢 动动手指一下子就做完十件好事了 不用出钱还可以抽奖 那另外呢就是在点台湾的粉丝专业上面 管定会有介绍对吧 对我们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他的投票时间就是十一月 十一月初开始到十一月底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点台湾粉丝团的这个讯息上的露出 提供给大家比较方便的连结 大家就是在FB上面只要点台湾三个字 就可以连结进去了 现在在Facebook管定 我们也是有同步的网路直播 今天到后星期都有 今天在直播的时候 我刚才看了一个大家的留言 大家都在B站 还有一个拳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要跟我们拍的意思 是要跟我们说加油 拜托说清楚 那上面还说什么 主持人好水 这是真的啦 那还有什么 家方姐很美啦 对 还有拳头很抢戏 我也觉得拳头很抢戏 来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园 你可以等最后一段的call in 你也可以现在去Facebook管定来留言 跟我们说 等一下我们就会回复你 现场即时回复你这样 那敦点台湾这个价位 我们刚才有说到 中华电信基金会 办这个价位已经办十年了 这十年里面 还有很多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那把这个沉香差距啊 就是拉得越来越短 那让这些台湾生 可以到偏乡部落去 一手记录一手服务 那可是听说呢 他们去了以后 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第二个家耶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的基金会 蹲点台湾的专案 今年真的是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的迈入第十年了 所以其实我们从七月份开始 我们每个礼拜在文庭的节目当中呢 就非常开心都可以邀请到 我们比如说今年就是找了 第十届的同学来上 那个文庭的节目嘛 那因为第十年总是会有一些 学长姐 他们陆续出社会啦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是会邀请 前几届参加我们计划的 两位漂亮的学姐 来跟大家做分享 待会有两个水高女孩 要来像我们的节目 所以呢 听众朋友 你来想看 他们的真面目 我现在已经放弃 叫大家看我们的真面目 你来想看他们的真面目 想看他们的互动 听说两个都还单身 那你也应该上Facebook 柏头联播 人的粉丝专业馆 来看我们的直播 或者呢 到时候呢 call in给我们 那如果你call in 要留他们的个人资料 不好意思没法当 可是你可以留言哦 搞不好还可以这样子 交个朋友这样 好 那但姐 我们要邀请的是 我们第一次的学生 好 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是 我们第八届 就是两年前来参加 蹲点计划的两位同学 他们分别是 张婉容跟郭佩君 一个是去花莲铁粪部落 蹲点的同学 一个是去屏东 新来义部落 蹲点的同学 一个阿美族 一个排湾族 我们来等一会儿 逢问一下 看他们在那儿 发现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先听个选择一下 为生气到增加 为台湾头到台湾会 数位喝醋瓶 到底听来 喝醋瓶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 数位喝醋瓶 一位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除了你可以在空中 透过广播 或者是手机APP 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 今天我们在Facebook 管订五 现场直播 你会看到美国年娃 我说的美国年娃不是我 不是我 家方 我们这边是家方 哈啰 大家好 另外在中 我们的两位美国年娃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他们是2016年 去参加蹲点台湾的同学 那今年呢 已经出社会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欢迎他们 然后请他们来跟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 大家好 我叫婉容 但是我要更正一下 我还没有出社会 我还是学生 你刚才名片给我是什么意思 就是学生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样子 哦 现在很流行 斜杠青年啦 就是这些人 应该只有一个新婚 这样啦 好 这是婉容嘛 对 另外这个 嗨 大家好 我叫做佩君 好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不开 就是去参加 蹲点台湾这个计划 我们让婉容先讲 真的蛮想不开的 哈哈 就现在想想还是觉得 嗯 怎么会 呃 我是在花莲的铁粪部落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 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还不知道 蹲点台湾这个活动 是我的朋友介绍给我 也就是我当初在 花莲铁粪部落的一位伙伴 他叫应成 那他今天就是 因为有事没有办法过来 比较可惜 那他那时候就是邀请我 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 我就 我其实那时候 我根本就还没有看这是什么 就说好 然后等到我说好了之后 我才想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 我就 好 那就跳进去吧 这样 结果你们第一次就当选了 是不是 对 就是还蛮 蛮幸运的 我真的觉得是幸运 你知道有很多人 是好几次都没有办法入围吗 嗯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觉得当下就是 你知道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很幸运的 因为其他可能 像我们也其实有认识一些 可能没有筛选通过的朋友 那我觉得 也不是说他们可能不好 我想 我觉得当时 当时就是可能 诶 这个地方 刚好需要我们这样特质的朋友 然后就会刚好 就是 进到这个部落去服务 这样子 嗯 都幸运 等一下我会请他家方 来给大家分享 是我们当初的 邀请你们去 做蹲点台湾的 这个专案计划 那另外呢 我们佩君呢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参加蹲点台湾这个活动 嗯 其实是看到 系上的学姐们 她们也有去参加蹲点 然后到台南的社区 那边 然后拍了一个 很棒的纪录片 在今年的那个 金子银展里面也有 入围 然后就是因为看到学长姐的经历 还有他们的分享 让我们觉得 这个体验是大学里面 一定要拥有的 所以就参加 你们当初是本科系吗 是学大众传播的吗 是我们是 哦你是 所以你当初看到那个纪录片 就很感动 觉得应该要 原本就学这个 就应该要去做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那你怎样叫你干扣 那婉容呢 你是学哪一个科系的 这个有一点说来话长 因为我当初 申请这一项活动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身份是 社会心理学系 但我目前我在 我在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呢 我就转到 口语传播学系了 哦 因为是受到什么刺激吗 你说在 那个部落里面 没有没有 申请是在前期就申请了 这样子 只是刚好有一个身份上转换 但我觉得 就是在那时候 大一念了 这个科系之后 就是对我到部落 也有蛮大的帮助 你刚才 一开始我的五会 你现在已经是 出社会是因为 你现在好像也有一个工作 是一个策展人 对不对 对 你要介绍一下吗 好 让你打一个公歌 太好了 就是有这个机会 实在是太棒了 就是呢 我的现在有个工作室 那个市集的执行长 那那个市集呢 大家就会想说 那个市集是哪个市集 我们就叫做那个市集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之前都是在户外 会有一些可能市集的摆摊 那我们目前都是进驻到 白货的各个贵点 去做实体的销售 然后我们目前 如果大家很好奇说 要怎么样可以看到你们东西 你们可以到台北车站的 站前地下街 K区 我们有一柜呢 是专门在贩售我们所有 就是一些小品牌的一些小 各种小物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在我们广场 我们有一个手座展 也就是呢 我们把我们22个品牌 我们特意选出来的 然后替他们就是做一个 就是品牌的曝光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手座是一个这么有温度 这么有独特性的东西 所以敦点台湾的计划 每次选到这些核心 其实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都有一个想法 你看他这四年级 他已经是一个策展人了 然后刚刚打广告呢 也没有再客气的啦 那我们问一下那个佩君 你现在就是刚出社会吗 对我刚好毕业一年 然后现在是在一个 婴幼儿产品的店商 做行销企划 你觉得敦点台湾的这个计划 对于你出社会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其实我自己对纪录片 还是有很大的热忱 就是也不排除在未来 还是会回到这个传媒产业里面 做纪录片 其实我拍完敦点台湾之后 我有去考那个南亿大的纪录片所 但就是没有后来啦 讲到纪录片 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当初你到屏东 中心来一部落的时候 你那时候买买的这个纪录片 主题是什么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题其实是 我们在那里就发现 其实青年不少 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他们在做 教更小的小朋友 鼓腰 他们用他们的族语 来唱他们以前 鼓调的歌 因为他们是排湾族 排湾族的鼓调其实很有名 然后在做传唱班教学 是一个台大毕业的青年 他叫做Giyaf 他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义务没有酬劳的 然后还有青年是用 绘画才能画很多部落里面的装饰图腾 就我觉得他们 其实在部落里面做的事情 是蛮有 就是他们对这个土地 是非常有人同感 我们是主要在focus在这块一起 也会带到一些矛盾 就是其实因为他们在出外读书 然后那回到部落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有点陌生 这样子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帮他们 在记录他们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同样把这些文化 给它劳下来 对吧 那另外这个我们的同学 那各四集的策展人呢 那你在那边 当时拍的纪录片是什么 我们那一部的影片名称 叫做走吧 一起回家去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 很习惯于听到这样子的字 叫做回家 那可是我们都会常说 回家回家 那有没有真正已经回家的人呢 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主要拍的东西 就是说 好 真的有人返乡了 那这些返乡青年们 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选了两位的主角 然后一位呢 是可能短期回乡服务 那一位呢 就是返乡 就是回家 然后在那边长期的 就是留在他的 就是家乡里面工作 这样子 今天家方全港 邀请了这两位来 他们两个主题 都是返乡青年 其实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现在在我们的城市 跟我们的偏箱里面的落差 包括就是说我们刚才 这部一开始说到的 我们有一个单位 他说的就是 要如何让小朋友 大概出队出了 大概25组左右嘛 那但是其实来报名的 这些同学 大概就是 基本上每年都是破败以上 对啊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每年 都有在想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 我们蹲点的时间 其实蛮长的 大概就是15到20天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希望同学 到了我们的社区单位 可以被 好好的被引领跟照顾 所以其实在选点的部分当中 我们自己也会考量比较多啦 对 但我会把您的心声带回去 跟我们的同事们 好好地讨论讨论 对啊 你还记得 这个网站 这个专案 要继续办下去 我希望20年了后 我的孩子可以参加 没问题 没问题 会为您持续到那个时候 对 那我们说到说 每次啊 我们去蹲点台湾的同学 回来之后 他就是多了一个家乡 你们两个也是同样吧 觉得变阿美族人 觉得变台湾族人 这样 我们先为花莲铁份部落 开始说 袁蓉你 去那儿时 跟你的生活有没有同样吗 去那儿时 跟我相当不一样 因为我自小时 我就是增加小孩 所以其实我没感到 太多的变化 因为 都是残 感到回家 这样一样 所以那边都是残 不过不一样 是原住民比较多 不过我以前的地方都是 不是原住民 然后 有些同学是 有些同学不是 然后我就会感到 那是一个新环境 你要重新认识 那些人 然后 就是重新认识他们 然后跟他们建立起关系 这样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可是 当你踏出第一步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 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你也可以感受到 非常非常多 就是 家的温暖 因为它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那里 就是 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还是 就是可能长辈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 非常非常欢迎 就是 任何人来到 他们那边 这样子 花莲铁分部落 可以给大家介绍 一个部落的特色吗 好 就是 那个部落 它其实主要 它是 还是我们的 就是农业的一个 主要的产地 那它主要就是会有 像是金针花 然后可能稻米 然后咖啡 那咖啡就是我们 等等就是 不是说等等 就是我们纪录片 主要的 其中为主角 它的 就是主要是在做咖啡 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那边除了 其实大家 其实大家除了就是在 可能自己栽种 然后自己可能 制作的过程中 他们还要去做到 可能行销 那就是希望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能够让更多人 去知道说 原来在花莲玉里 这个地方 就是有很棒很棒的产品 然后等大家去挖掘 这样子 我刚才 你如果看Facebook直播 就可以看到 我把一个咖啡的盒子 拿起来 邀两个 因为这我们等一个 第三段的时候 你如果有call in 还是 好像call in要送而已 对吧 Facebook留言 留言嘛 有 真的是佛心来着 就是今天 大家有传礼物 要来送给大家 所以如果等一下呢 你继续收听到 第三段的时候 说到没输 我们这边没人在听 没人收听率很好 那就是 你收听到第三段的时候 你会可以call in 你先介绍 把这个call in的单位记起来 02 23221777 不是现在卡 但是我们说到这里再看 好 那我们刚刚是我们的婉容 大家介绍花莲铁分部落嘛 那但是我们的佩君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屏东新来义部落好不好 屏东新来义部落其实是 在屏东线潮州镇差不多开15公 15分钟 15分钟 好细哦 15分钟的一个部落 然后他原本是在山上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 巴巴风灾的时候 那个屏东很严重的水灾 所以那边其实不太适合再继续住下去 所以他们政府就帮他们在一个平地的地方 盖 很像社区 我们就是我们平常住那样社区的一个部落 所以他们就搬到平地的地方 所以其实刚 当时候去的时候 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本来以为会在深山里面 没错 结果哪里是在平地 有失望吗 呃 一开始 可是后来其实就不会 我刚刚在蹲点台湾各位同学都很奇怪 他们都是哪里有困难要往哪里去 然后都会幻想说 那我们就要到深山里面去 结果应该有一组同学 他们就是 帮游七行交通工具才到位嘛 还帮很多东西 七材什么 我虽然没效果啦 可是呢 我觉得真的是想象跟执行是不太一样的 你到那边的时候 你一开始有这些落差吗 买了呢 呃 一开始 那边都下雨 一开始 第一个礼拜 每天都下雨 我们想 啊靠 怎么拍 这样子 不好意思 直播 没关系 要怎么拍 每天都这样很忧郁 因为我是摄影嘛 这是怎么办 然后 我又很 因为他们都是全部是排湾族族人 他们其实都互相彼此 认识彼此 然后就看到外地人 他就 一点就是很 就疑惑你是谁 然后对你有一点戒心 对其实一个第一个礼拜 我就会有点害怕 因为我 我不是像我的伙伴雅韩 今天没来那个 他是很乐于跟人家 呃 聊天啊 然后跟陌生人沟通 然后我一开始可能没办法 我可能要再适应一阵子 所以我一开始第一个礼拜是 非常的心情沮丧 然后想啊 还是我干脆就放弃好了 但是后来呃 反正第二个礼拜 开始跟小朋友熟了 因为我跟小朋友很好 然后开始 跟因为小朋友 然后也跟大人好 就是 建立关系之后 然后我们就 就是到最后一天 其实就不想走 嗯 对 现在还有几个地方回来看 我们隔一年有回去 嗯 那边 所以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回去吗 对对对对 今年我觉得 也可以找个时间再回去看一下 因为每年的部落 应该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嗯 好 我们刚才说到说 你们去那里 还有说到鸣屁嘛 还有说到说 你们去那里的感觉 等一下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的 是我们 你们两个的快问快答 等一下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 听众朋友更了解人 而且呢 听众朋友想要call in的位 现在可以把电话记一下哦 我们的电话是几番的家方 我们的电话是几二二三二二一七七七 空二二三二二一七七七 家方来我们的节目之后台事有更进步了 听众朋友开始说 你如果要鼓勵 可以去我们Facebook管顶留言 给他鼓勵一下哦 刚才呢 我们直播管顶也很多人来跟我们拍照哦 来 记录片赞赞哦 余智慧谢谢你哦 然后还有我们的秀娟 谢谢你 说我们都很漂亮 这倒是真的哦 还有说我们很棒的 这也是真的啦 我没在客气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来听一声歌曲 等一会儿就要送礼物啊 就是call in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礼物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 不管是 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现在是说你对于两个美国女儿 你有问题 想要跟他问 是怎么当初 会去参加敦点台湾 有什么感想 都会在客气里面问哦 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 还是建议 都会在客气里面哦 或者呢 是到我们Facebook上面去留言 那我们先听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文婷 欢迎收听 数位好处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感觉有我们 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芳 哈啰 大家好 因为今天有小孩啦 所以大家都一直看 那小孩里面 有漂亮吗 所以有时候呢 就会顿带一下 我们的家芳呢 本人怎么样 非常的漂亮 听众朋友们 想要看我们两个人的 真面目 会上我们 报导联播网的 Facebook馆订 有我们的直播 另外呢 今天呢 当然我们第一次 在网路直播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画面 美上加美 我一点都不想 被人家赚便宜 有没有感觉 所以呢 今天呢 家芳呢 也邀请到我们 第八届 敦点台湾的同学 两位漂亮 一个是我们的婉容 一个是我们的佩君 来跟听众朋友问好一下 哈啰 哈啰 我是佩君 我是婉容 那两个声音 都很小 很好听 他们的本人 也很漂亮 听众朋友 我有帮大家 问一句 他们的单身 所以听众朋友 你如果对他们的 有想要认识 交朋友的话呢 可以来上网 留言一下 去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会把你们的资料 跟他们说 你不要自己 把那个电话 打去那个管顶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各自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留言 说你想认识他们 那我们呢 就会把你的留言 转交给他 这样他就可以去你的Facebook 你就可以私讯 现在变成是 那个相亲团的节目 好 我想问说 你们两个 去敦点台湾的计划 我们刚才有说到 一手记录 一手服务吗 那你们的服务方案 是什么 一个是去花莲 铁份部落的 宛容 一个是去 我们的屏东 新来一部落的 这个配君 我们为宛容 开始说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当初 应该是说 我们在去敦点之前 我们会有 非常非常多的计划 我们开始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去那边 我们要先干什么 哦 误会了 就是你所有写的东西 到那边 全部都会翻掉 因为有时候 你所设想的东西 跟你实际上遇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于是那时候 我们一开始想说 啊 那我们先询问过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东西啊 去帮忙贴 实贴画 那是一个 就是当地还一个 蛮有名的一个技术 然后 那我们可以去帮忙 做什么 做什么 哦 后来发现 哦 因为时辰的关系 他们已经贴完了 嗯 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他们做耶 嗯 后来想说 哦 那时候要进入 风年纪了 那风年纪呢 是一个他们最 就像是原住民的过年嘛 对 那他们就是很 他们就是在筹备 这个风年纪的过程当中啊 或者说会有 到时候 或是当天 我有什么样的祭典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仪式 那当地呢 是一个就是有超过 97%都是天主教的 就是教徒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们的 这些东西呢 完整的做一个记录 嗯 就是后来呢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从筹备期 一直到就是祭典结束 然后从祭典的横向后期 我们把它完整的 就是记录他们 所有的东西这样子 把他们做一个影像记录 以后可以留存在他们的 可能就是一些文史记录里面这样 啊 跟你的记录片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 我们后来又另外拍了 就是我们想要的题材 等于说就是两样分开的东西 这也很聪明哦 因为发现没法 把原本准备的服务 来帮助他们 所以就另外想了一个 而且器材都穿便便 对 不用再拎穿 好 那我们在访问的同时呢 听众朋友 我们也开始接call in哦 可是说你有问题 想要来问问文婷 还是问家方 甚至是问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来宾 都会的卡单位进来 我们call in的单位是 02-23221777 call in 23221777 三个七这样子 那今天来问问题 call in成功的位 你如果说没什么问题 要来跟我们的芽乐 我也是很欢迎的啦 那我们呢就会有送 这个咖啡哦 这个是有机的咖啡 然后是花莲这边的 对不对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哇 这个介绍我最可以了 因为当初呢 就从 就是它里面的 从咖啡豆 然后一直到 它就是可能还是苗 我们就看它长什么样子 一直到 诶 有地方可以收成了 然后它是怎么样 变成咖啡 然后后面包装 然后这些贴子怎么切 我们都有经手过 但这一包应该没有啦 因为毕竟是两年前的时候去了 那就是呃 它的就是 它这个工作室叫做古灵 就是古灵咖啡 那就是我们的川哥 也就是我影片中的主角 他从就是咖啡豆的栽种 然后一直到 可能制作成豆纸烘焙 然后都是川哥 他一手就是完成的 然后之后再从包装行销 然后到市集去饭 也都是川哥 就是自己 他一人工作室 对 然后我就带了好几盒回去 然后就嗯 我爸就说 有啦 值得了 值得了 去这样一趟回来 可以带这么好喝的东西这样 对 所以算是有吃 还有粮 是吗 你到底是去做服务 还是去养培咖啡 都要都要 两手都要抓 这个呢 就是古灵有机生态园区的咖啡啦 那全部都是MIT 就真正 真是台湾的咖啡豆 而且是台湾豆 对 台湾的咖啡豆 那台湾咖啡豆 其实在几年以前 也真有名 因为这毕竟是 我们都会想到说咖啡都是国外 其实台湾也有 台湾有 台湾有真好 真多 很棒的農産品 有我们的好茶 现在也有我们的好咖啡 所以咖啡不是只有国外的东西 台湾也有很棒的有机咖啡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call in进来咯 想要得到咖啡吗 赶快等一下准备call in 好 我们call in的这位是 喂 哈啰 我耳机没听到什么 好 等一下哦 喂 听众朋友稍等一下 你如果比较重的地方 不要紧张 要记得哦 就是我们跟你说打招呼的时候 你要给大家打招呼来好不好 我们给全国的听众朋友打招呼这样子 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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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嗨你好 那你怎么穿好 我树林的庄小姐 树林的庄小姐哦 嘿 你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问一下 我很喜欢你们的天幕而已 哦谢谢你 你每周都有准时收听了哦 有哦 我重播再听一遍 哦 重播再听一遍哦 感谢感谢 好 那你等一会给我们工作人员留资料哦 啊 你就会在到我们这个有机咖啡哦 好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就是我们的庄小姐哦 她就是做一个真正格的示范啊 就是你会她的卡通来跟我们讨论 那如果有问题当然啦 我们主要是要希望说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们庆告 你对敦点台湾 还是对中华定心基金会 他们在做的好事 甚至是说我们这个月 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你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都会可以来卡通来跟我们问哦 那我们库英的单位 这方又跟大家说一次好不好 好 我们库英的单位是 0223221777 0223221777 我们今天要送的是 在花莲铁分部落这边的 古林有机生态园区的有机咖啡哦 它关键哦 还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 如果用手机的掃描的时候 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给你看哦 表示说它真的是有机的哦 因为老实说啦 我们常常在说有机有机 我们这边也要来给大家 提供一下正确的观念 有机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要去到这些有机认证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这些产有有机 假批如果是噴隆油 背过来 你也没那么多有机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难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刚才说的是 一手服务 一手记录嘛 所以佩君你在那里 你带来的服务是什么呢 我们啊就是 我们是 因为我是学在摄影的嘛 所以我就想说 摄影带给我很多的 想法观点 或者是一个抒压的方式 然后因为其实部落小朋友 他们有时候 不会有人陪他 不会有大人陪他 其实他可以 比如说他有没事的时候 就是拿着摄影机到处 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其实也不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把很多相机带去 然后做了一个小小神射手的营队 好 那待一会再来 给你问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摩影带了哦 我们的刘先生 三位好 大家好 刘先生你好 你是从哪边打过来的呢 北市 北市哦 好 那你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 现场的来宾吗 请问一下你 那个蹲点台湾是纪录片是吗 蹲点台湾哦 它是一个中华电信基金会 所办的活动 我们请家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嗨 刘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们其实蹲点台湾这个计划 就是每年暑假的时候啊 我们会筛选出大概25组 两两一组的大学生 然后呢 他会到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些社区 或者是部落单位 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待大概15到20天 然后在过程当中呢 这些同学们呢 他就会用文字或者是影像来记录当地的故事 然后呢 刚才像婉容跟佩君他们有提到 就是除了记录之外 他们还要带一个服务方案 然后所以在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的在地的这些 他们就会有外来的这些 非常棒的人力资源 然后呢 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讲 他们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多地方 就是一个非常多盈的一个计划 对 那您家里有公子或者是女儿想要来参加吗 没有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 探紧的机会 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遍 因为你常常在听节目 常常在分享 你可能有时候会忘记 我们这些专门到底在做什么 谢谢我们刘先生 等下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留下你的资料 你可以得到我们的有机咖啡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咯 那咖啡说 听众朋友 你感觉意犹未尽 没关系 后来一周还有一次的直播 你要记得锁定我们节目 然后呢 不管是我们的频道 广播的频道 在这里是说 我们的Facebook 报道联邦榜的粉专业 或者是我们蹲点台湾的粉专业 都可以看到 或者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好 那今天就在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